日前,甘肃兰州五权广场的一家素食互助餐厅引发关注 这里每天都有上百名老人排队免费用餐 该餐厅是一家公益,非盈利性的免费互助素食餐厅 餐厅主要由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一起加入 餐厅的运营资金及米面油菜等食材也都是爱心人士捐赠 据该餐厅志愿者旅万宝箱记者介绍 来这里用餐的人群中绝大部分是70岁以上的老人 餐厅提倡环保健康的素食观念 以及关爱弱势群体和孤寡老人 他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做义工已经坚持一年多时间了 上午中午在做义工 下午晚上或者早晨抽空摆个摊来维持一些自己的零用 该餐厅的厨师胡相国也是一名志愿者 曾经一直在经营自己的生意 三年前加入到该公益活动中来 他认为义工就如同呼吸是每个人该做的事情 目前他一边做志愿者 一边在朋友圈帮忙销售一些农产品 有时候也做代价工作 原来做生意 后来生意不做了 后来就做过代价 平常闲的时候去做完义工去做过代价 五六点钟去早市上买菜 到八点钟回来以后在这就开始做菜 洗菜 然后到结束 每天基本上到下午的一点半到两点前吧 就结束了 炒菜的话 我看基本上 有时候少的时候六锅 八锅 要是吃面条的话就得十二锅 八十多岁的管秀荣一直独自生活 他表示自己腿脚不好走路不方便 眼睛也看不太清楚 一个人上下买菜做饭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每天都来这里吃饭 但是尽管经济条件不好 仍然为该餐厅捐赠了二十元 路又不好走 白绿长眼睛又看不清 所以非常感恩这班的宿舍 78岁的老人松建才也经常来这里吃饭 他来这里吃饭的原因 是因为这里的饭菜味道比其他餐馆好很多 另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有很多老人 在一起聊天不会着急 周边某商互相记者介绍 他每天都看到很多志愿者 一大早就来这里帮忙 而他们经常辛辛苦苦到最后 很可能没有自己的饭菜 不少年纪较大的志愿者 还会因为怕浪费而去吃剩饭剩菜 他们从早上你知道吗 七点钟来上班 一直都辛辛苦苦的不喝一口水 不吃一颗米 一直都为我们的这个老妈妈老爸爸 付出完成他们的心愿 有时候他们能吃上一碗米饭 有时候没有了 据了解 位于武权广场的互助餐厅 在兰州市已经存在多年 但是由于资金问题等各种原因 已经搬迁过四五次店面 他们坚持做下去的原因 就是希望把没有杀戮 感恩吃素的善念 传达给更多人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